只有選舉才有改革力量的發生的機會 所以我們今天會利用這個機會 稍後的記者會 會跟大家來表達我們的訴求 希望針對台灣今天的屏幕布局 在場每一個人都有關係 特別是我們幾個記者朋友 其實你們都很不滿 買房子很痛苦 江南沒有很辛苦 面對台灣目前所得分配的困難 我們今天會有明顯的訴求 呼應朝裔 響應朝裕 希望能夠把台灣的政治氛圍 跟社會矛盾的這個 近鬥爭的對象 驚奇的來做一個掌握 那我們今天其實剛剛明教提到 我們今天不是來算舊長 也不是來清算林隆山而已 我們是要讓台灣人了解 這次朝運的活動 新黨是支持的 是呼應的 可是我們更重要要了解 為什麼會有朝運發生 土地是資本主義最核心的價值 跟生產的要素 但因為土地分配不均 是過去中國歷史5000年來 世界歷史5000年來最大鬥爭的原因 為什麼樣的原因讓土地分配不均 而過去歷史經驗 土地分配不均 使得廣大人民被土地捆綁 那這就是革命的開端 這就是革命的起點 所以台灣目前面對到一個非常嚴重貧富不均 土地沒有公益的過程 我們希望台灣 包括知識分子 包括有關當局 革命的種子正在運量 那為什麼今天要來到聯邦的前面 因為過去我們知道台灣的首富就是三重邦 利用央行低利的環境進行養地的行為 透過低利的環境大使的囤積土地 再透過低利的行為跟優惠青年的房旦 鼓勵年輕人賣房 所有這個環境除了央行婆娃男藥富的之外 最大的受益者就在於這些草地養地囤地的集團 而今天很不幸的這些囤地養地草地的集團 它有一個群體 它有一個目標 我們選擇的是台灣這個群體當中的龍頭 就是聯邦集團 三重邦 那更可悲的是我們很多廣大年輕人 因為買地 買房 背了一輩子的房貸 這個房貸一緩就是三十年 我們人生所有的精英 所有的光陰都在房貸 這在過去歷史當中就叫做莊遠智 叫奴隸智 一旦你買了房子 你就變成奴隸 變成誰的奴隸 變成銀行的奴隸 而銀行又把這些錢收走 收到哪裡去 收到建商口袋 所以變相我們今天買了這些建商的房子 我們就是這些建商的奴隸 那它給我們什麼對價關係 就是給我們一套破房 給我們一套爛房 所以其實很多人民被奴隸 被奴役而不自知 那聯邦建設 旗下也有自由時報 聯邦銀行 它除了奴隸我們的生產力 什麼叫生產力 就是我們工作薪資啦 所以它奴隸我們一輩子的生產之外 還奴隸我們的價值觀 這是最危險的地方 這邊也有自由時報的記者 這邊也有自由時報的同仁 但我們更要了解到 我們在做什麼樣的關係 我們或許只為了三萬塊 五萬塊的工作 可是我們正在被一個恐怖的惡魔集團在做主義 它霸具了我們人生的寶貴的工作階段 更霸佔了我們腦袋 每天第一個 創造貧富差距 從貧富差距得到最大利益 第二個 它還不放手 它在台灣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過程當中 試圖加大社會矛盾 再透過賣報紙賺矛盾的錢 兩邊都要賺 所以它如意我們的生產力 如意我們的青春 也如意我們的腦袋 如意我們的價值觀 我講一句話 上帝要執事 上帝來做事 必須由天使來服事 就是天使來幫上帝工作 但這個惡魔要來服事 必有惡靈隨從 今天這個惡魔是誰 惡魔可能就是資本主義 可是更可惡的是這些惡靈 這些惡靈有可能是央行總裁 彭華南的不作為 有可能是今天國民黨 執政黨的不作為 可能是在野黨 民進黨不作為 更恐怖的執行這些奴役人民 奴役人民價值觀的 就是聯邦的林隆山 它就是台灣貧富不均的惡靈 所以我們今天呼籲草域 我們希望草域更能發現 今天不單單是地保 主地保的是台灣貧富天平的另外一端 更重要的是誰創造這個天秤的 而這個天秤就是聯邦 林隆山 背後代表的政商力量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來到聯邦 林隆山 自由時報前面廣場來做抗議 自由時報代表是一種不同的立場 可是我們更要大家提醒 我們知道我們面對什麼樣的社會 我們更正的對象是什麼人 我們真正年輕人的敵人是什麼 而朝日的目標要根本的解決 台灣防體黨的問題 除了希望這個惡魔離開 更重要的是要消滅惡靈 所以我們再喊一支口號 我們今天的三大訴求 第一個就是戰爭勇 戰爭勇 反榮山 救台灣